今天给大家讲,出入境可以带多少现金 这是我们美国留学、访学、生活攻略第一部分 简单地说,入境带多少现金都行 但是要一次性地存入银行 出境则不能够带太多的现金 最好能够把它们保存在银行账户里面 入境带多少现金都是可以的 只要符合中国的规定 并且在入境的时候如实申报 当然带太多的现金是没有必要的 也不安全 这个问题实际上很简单 美国是不会在意你带了许多现金的 你越有钱,人家越欢迎你 因为你是要来消费的 但是为了避免洗钱等犯罪 你需要申报 要注意这里面的现金限额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当飞机快落地入境的时候 机组人员会发放报关单 现金一万美元以上需要申报 一定要如实申报 不论你有多少现金 都不会收取你任何费用 有些国内的宣传是不实的 不知道他们出于什么目的 说你带过了超过一万美元的现金 就需要罚款 这种事情是不存在的 这是入境的时候 发放的报关单 在这个报关单的第十三项 上面说 如果你携带了超过一万美元 或等值的美元或其他货币 那么都是需要申报的 入境以后 要第一时间到银行 开设银行账户 并一次性的存入银行 超过一万美元的话 银行可能会让你填写一个表格 那么你如实填写即可 那么在这里再重复一遍 银行或者其他任何机构 都不会收取你任何费用的 大家的钱都是干干净净挣的 已经交过税了 到美国是来消费的 只有买东西的时候 才需要再交消费税 另外 不要自作聪明的分次存入 有些人为了避免填表 将超过一万美元的现金 分多次存入 每次都低于一万美元 这样可以免去填表的麻烦 但实际上这样做 反而会麻烦更大 因为这种行为会被认为是结构性拆分 是一个涉嫌洗钱的罪名 最后我们再说出境 出境不能带过度的现金 建议将你的现金存入美国银行账户 现在有些美国机场增加了登机前的现金登记 或者是随机的抽查 如果发现你有带较多的现金 会要求你登记并且说明现金来源 估计是为了核查非法劳务情况 那么如果你带了较多的现金 并且没有正确的说明你的现金来源的话 会在警方的记录里面有相关的记录 并且影响你下次入境 那么刚才所说的 我们要尽量的将现金存入银行账户 那么如何开市银行账户 以及当你学成归国 回中国以后 还需要不需要保留美国账户 请参与频道的其他节目 谢谢支持 本频道所有攻略都来自亲身经验 若您的经验与之不符 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 以帮助新来的朋友 敬请订阅本频道 在我做这个小视频的时候 新冠病毒肺炎正在全世界爆发 特为所有众生的祈祷 愿大家都能够远离一切忧闹病苦 杜绝传染伤害 得四例寿命健康 吉祥如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